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谭松韵真是清纯女神,侧扎马尾蒙帆。 卫衣在我们初春时节的穿搭之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,卫衣的款式十分的丰富,若想要穿出时尚感的话,一定要学会选择适合自己的卫衣款式。 例如谭松韵这一次就选择了一件白色的卫衣,搭配了白色的纱裙,显得整个人十分的俏皮,搭配了侧扎的马尾发型,更是蒙翻了全场,实在是太可爱了。 白色的卫衣可塑性非常的强,因为白色的卫衣穿在身上可以很好的塑造出优雅气质,结合了白色系的穿搭,更是展现出了满满的复古韵味。 同时,谭松韵在下半身搭配了白色的薄纱半身裙,凸显出了优雅的气质,结合了薄纱元素,更好的体现出了少女感,轻盈又飘逸。 鞋渣的马尾发型显得十分的优雅大气,这类马尾发型可以凸显出少女感,单独的马尾发型可以很好的塑造出少女感,让谭松韵看上去十分的俏皮。 结合了卷发的造型更是很时髦,显得整个人很有气质。 谭松韵长着娃娃脸,所以看着总是特别的少女,一点而都不容易显老。 相比很多同龄人来说也更具有优势,虽然五官不是特别的精致,但是却能够很好的塑造出少女感。 这一次的谭松韵穿上了一套西装套装,也依旧不乏少女感,干练之中十分的优雅,很好地诠释出了优雅气质。 这类咖啡色的西装外套穿在身上十分的干练,同时这一件西装的剪裁十分的立体,可以塑造出挺阔的身材。 这类西装搭配了印花的衬衫,可以很好的摆脱平庸,让整个人的气质得到提升,显得更加的精致优雅,减繁结合十分的高级。 日常搭配西装的时候,我们也可以多多借鉴这类印花衬衫单品的搭配哦。 同时,谭松韵的发型值得我们借鉴,微卷的长发虽然有一定显老的风险,但是只要你选择对了卷发,也很容易提升气质。 这类微卷的长发修饰了娃娃脸,凸显出了优雅的气质,同时长长的卷发也显得很有气质。 让谭松韵整个人看上去成熟了不少。 粉色可以说是一种十分简灵的颜色,年轻女孩可以轻松地驾驭粉色的服饰,谭松韵这一次就选择了粉色的套装,穿在身上优雅大气。 这类粉色套装也展现出了满满的少女感,结合了短裤的搭配,秀出了纤细的筷子腿,显得身材比例更好。 衬衫的款式十分的丰富,除了最基础的白衬衫,这类印花衬衫也很不错。 谭松韵选择了一件蓝色红色的印花衬衫,显得很复古,结合了牛仔的连衣裙的搭配, 更好地达到了简灵的效果。 踩上一双高跟鞋,增添了清熟的气质。 谭松韵的气质和五官都十分地突出,整体的年龄感也比较弱,所以给人一种十分清纯的感觉。 我们平时可以多多借鉴一些谭松韵的日常搭配,简单大气,轻松时髦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